哈囉 大家好 我是張老師 今天來講講 講講十二生肖 老虎在農曆八月份的運勢 一樣開宗明要講一下講一下 不要太迷信 不要太怪力亂神 等一下講的 請供各位參考 請供各位參考 不要這樣子以而傳而 不行喔 人不可以反制 不要反制行為太多 生病 找醫生 有官司 找律師 有一些糾紛 無聊的糾紛 找警察 我不是幫這三個行業懶Case 不是 是有時候你們要稍微理智行一點 不要怪力亂神 病急亂脫醫 不是很多醫院嗎 你們又有健保 那不是有一種工作叫律師嗎 有法律的問題找他 那如果有小小糾紛 民事糾紛 去找警察叔叔 警察伯伯 好 老虎這隻tiger 每次要講一次 好像有的同學里遠說 老師你某個身下講的特別短 我怎麼知道 性之所至 任其發揮 我有時候就很愛講話 有時候就不想講也不曉得為什麼 像老虎啊 你為什麼這輩子投胎當老虎 如果你是屬老虎的 身八字當中又有七煞 我跟你說啦 你這輩子齁 七煞不可怕 如果再加個節財 再加個傷官 再加個偏硬 再加個偏財 我跟你講 你這輩子想要平凡很難 三步起 非凡超凡 如果有智慧挑不凡 不凡也不錯啦 不會太凡 如果你挑那個超凡 超級凡 非常凡 我們挑那個不凡 聽好老虎的歌就說 為什麼你會投胎當老虎 為什麼你會投胎當蛇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欲知來世果 今生做者是 然後你上輩子殺法過重 那如果你的命中 七煞 劫財傷官又旺 又偏硬 殺法更重 如果七煞多兩個三個 更重 重中之重 不可承受之重 因為有的人他排到老虎那年出生 不小心因為排隊問題給人家推一下 就變老虎啊 所以他的八字很乾淨 正硬 正官 正財 有沒有 很正 為了展現才能 一個傷官 一個傷官當律師 當法官 那一個實神 當設計家 規劃師 執行師 設計師 分析師 就這樣而已啊 其實八字你好好研究 他是有模型 好像人有那個模具 模具合起來 不然前世怎麼可能有 八十一個模型 這樣看起來很像 很像 那你這一個老虎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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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太大的包,小包,大部分上面會幫你蓋過去 那你走劫財,那個白刀那麼多,劫財都帶刀的 醫生來講還好,那這個醫生有分 私人醫院的醫生跟公立醫院的醫生有分 一樣喔,紅包不能亂收聽好 其實那個紅包你們都會錯意 一般我們在送紅包是 對這個指導者,對這個醫生,對這個長官的尊重 現在大家誤會,好像送紅包就是要跟他關,說不是 以前啦,我是說40年前的以前 我們送個禮給誰,送紅包那是一種尊重 因為謝謝你今年這個節,今天來的照顧 是一種尊重,Respect 現在變成好像是Bribery,Bribery,不對 以前我們是尊重 所以以前的長官,他不是愛這個禮 他愛屬下的送禮 他覺得有尊重感、優越感、榮譽感 現在都不一樣,很可惜 現在好像送禮都這樣寄人一千里之外 有沒有 非禮經常說寄人一千里之外 有沒有 都不能送,不能送 人情事故都沒有 所以有時候很難 來,先講六極日,講到最後忘記講 六極日來數老五的 九月份有三天 十七、二七、二九 十月份有三天 九號、十一、十二 農曆八月份是從九月十五到十月十四 那你的六兄日,在九月份有四天 四天齁,十六、十九、二零、二五 十月份兩天五跟七 那你整個來講的話 屬老五在農曆八月份 舒適程度三十七% 就是說 百分之三十七%會過得很快樂 所以理論上 來講 兩天不好一天好 兩天不好一天好 你們幾天還是要把它弄在六極日 六極日會比較好 有時候是這樣子啦 有時候很奧妙你知道嗎 有時候出去你就會 像好像在騎車開車一樣 你小心沒有用耶 你要希望對方 對向來車也要小心 很多人都很守法 奉公守法 然後騎車不會闖紅燈 為什麼還出車禍 後面的人撞你 還是對方來車緊急 還是對方闖紅燈 防不勝防 為什麼一方面老實說 不要怪力亂神 不要太迷信 但是一方面來講 你有時候又不得不信 有沒有 沉門濕火殃及池魚 跟你無關 就一部車撞撞撞撞 那個車跑到你前面 把你壓一下 人不是這樣子嗎 所以在六極日盡量去 開知善業 六兄日盡量低調 內斂 打 不要反手 罵 不要反口 為什麼 風來竹面 厭過長空 物來則映 過去不留 只能夠這樣做 不然你要怎麼過 跟他拼嗎 聽好 有時候這個天理循環 散熱是有報 這個散熱中有報 各位不要怕 一定不要怕 但是理論上來講 不要跟天對幹 有時候你那個運不好 時運不好 日子不好 儘量低調 你就要碰到莫名其妙 有人看你眼 然後講講髒話 罵罵你 那又怎樣 還是一樣身心分離 我們只是出來外面 做個工作 賺一點錢 不是來求氣 各位注意喔 包括張老師一樣在這裡 求財不要求氣 還是有酸民會酸你啊 酸就給他酸你 要怎麼辦 因為他酸你的過程當中 他有一點優越感 起碼他的壓力紓解 說真的啦 無傷大雅 有誰要去喝酒 去罵人 去挑釁 他有壓力 問題是他的自治能力不足 常常會做出犯法的事情 所以給他一個適當的管道 比如說去籃球場打打球啊 去走路去跑跑步啊 去鬼叫鬼叫 其實唱卡拉OK很好 有空去唱 發洩一下 這樣叫一叫有沒有 你的那個 後面的情緒就會發洩出來 我覺得卡拉OK KTV有他存在必要 當然那個 自由搏擊也可以 不過那個搏擊 你常常會給人家打 也不行 像我們這種骨頭 那鑽一下就斷掉 怎麼可以 那不可能 先講 好來還是要抽抽籤啦 屬老五的 想要知道農曆八月份的印刺 現在來抽男生齁 現在屬五的虎南 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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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要知道農曆八月份的印刺 現在以耳未明 賈耳太勢有償 即兮告我 凶言其哉 急出急掛 凶出凶掛 不高興不要出掛 來 這一隻什麼啊 唉呀這一隻 男生 唉呃 這一隻四十五掛 折地萃 這個折地萃在講什麼意思 水淹到這個地上 這個地上開始在長那種小樹苗 這個折地萃相當好 聽好 水淨有一點滋潤 不是那個大水 不是水三減啦 水淹到山上 他還跟你講萃 小萃 有沒有 拿個花瓶 然後吃個乳大 喝個小酒 唱個小曲 小萃 這一隻掛相當好 注意 屬老五的男生虎南 聽好 你的桃花 你的柴 在北方 顏色 黑色 顏色是黑色 要注意 所以你穿在裡面的內褲 還有外面的褲子 儘量穿黑的 對你相當有幫助 恭喜你剛好皮鞋是黑的 對不對 你有看過白皮鞋嗎 很少 咦 我爸爸年輕的時候是穿白皮鞋 帥哥一個 來 那個黑皮鞋黑的 黑皮 你穿黑的就會覺得很快樂 黑皮 黑的跟你講啦 彩跟桃啊 好來看看女生 哎呀 這個虎女 我這個虎女怎麼可以嫁給你那個犬子 這個是關羽講的 關公 關羽不是我講的 有時候 我看到這個虎女都會講到這個點路 無知虎女 奇怪 你生的是老五 人家生的是小狗 還有沒有說嫁給你這個豬 來 老五的女生 老天虎女要知道農曆 八月份的運勢 來 現在老天無手 借老師之手 老天無口 借老師之口 有戒有煩 再戒不難 你有戒不完 你再戒就難 來 唉 這隻什麼 唉呀 這個好 火封頂 顶王 五十掛頂 火封頂 火封頂 這個女生你要注意喔 齁 要注意什麼 火封頂 在講泄氣 那你泄這個氣的時候 因為你燃燒自己 照亮這個頂 所以你旁邊的男人有吃屎 聽好 先講桃花等下 要罵我 你這個桃花齁 在西方 所以你在農曆八月份 如果要遭桃花 白色的 你的underwear 老師讀書人不能講太白 underwear穿白的 白的 身上可以畫 帶個白金白銀都不錯 白的相當好 齁 在跟你講桃花虎女 那這一個東西 火封你再跟你講 痛到你 痛到我 哈哈 因為你燃燒自己 用你的能量 把這個菜煮完了 然後咧 別人把它吃掉 你這隻掛有一點像日本戰國時代 知田信長 知田信長 也有一點像豐臣秀吉 就是不斷的打天下 最後得川家康有沒有 在那吃東西 他有分喔 知田信長打天下 豐臣秀吉啊 治理天下 弄得好好的 得川家康 接受天下 日本戰國也有戰國時代 齁 大概在 也有三四百年的戰國時代 大概在明朝 我們中國的明朝的前面齁 大概元朝明朝那個時候 這隻掛來講還不錯啦 還不錯啦齁 好 那個今天這個疫經解釋到這裡 這個頂不是不好 有人煮飯 有人吃飯 那這隻掛你的格局 站在主這一個位置 也就是說辛辛苦苦 對不對 辛辛苦苦大半年 一朝回到解放前 解放前 東西給別人吃走了 不過是這樣子啦 煩一座甘願休啦 就看你 你也可以先端一碗去吃啊 這個頂掛相當好 頂泰風都很好 這個泰掛十一掛 風掛五十五掛 頂掛五十掛 都相當好 好今天就講到這裡啦齁 一樣喜歡老師的視頻 按讚分享 加入訂閱或開啟小叮噹 新的視頻上去 會馬上通知各位齁 要加入訂閱啊 最近在掉粉 很奇怪 怎麼一直掉你知道嗎 齁 那個 一樣齁 這個 今天講到這裡 祝各位平安喜樂 還有幸福美滿 我講到美滿我都會笑一下齁 好今天就聊到這裡啦齁 掰掰掰掰 掰掰